苏软软不小心说漏嘴后 急中生智 连忙摆手 没有 不是的 你误会了 这是我在孤儿院认识的爷爷 他对我很好的 胜似亲爷爷 江涵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好像相信了的样子 不过 这一次 他却在心里留了个底 孤儿院的人 竟然都把他给赶了出来 为什么还会关心他 昨天晚上住在哪里 总觉得哪里非常不对劲 苏软软现在心里慌疾了 因为苏震东直接给他发了个视频通话过来 他连忙挂断 但苏震东确切而不舍地继续打 好像非要打到苏软软接通位置 无奈之下 苏软软飞快地把视频通话转成了语音通话 然后趁着江涵去买单的时候 小嘴就巴巴巴地跟苏震东说道 爷爷 我手机快没电要关机了 这个男生是那个大姐姐的同学 是我学长 你不要误会了 就这样 不说了 我挂了 他这一句话说完 整个人像是终于松了口气一样 连忙把手机给吸平 然后塞到了身上这条江涵新给他买的连衣裙口袋里 两人这次下楼 乘坐的是扶梯 苏软软特地跟江涵并排站在了一起 然后脚小的身体左摇右晃的 看起来就好像站不稳一样 但他又不傻 不会拿生命安全去开玩笑 实际上他的脚是稳稳当当地站在扶梯上的 苏软软只是假装没有站稳而已 可他站在那里晃了半天 江涵都没有收到他的暗示 这让苏软软内心有一种挫败感生疼了起来 但小萝莉贼心不死 大眼睛滴溜溜地盯着江涵垂落在左边的那只手 那只离他最近的手 苏软软伸出白皙如玉的小手 试探性地往江涵的手探去 前坏事的人一开始都是小心翼翼的 他想要顺利地牵住江涵的手就得假装成无意的样子 他不能太过刻意 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苏软软率先伸出了一根手指 轻轻地往江涵的掌心里探 他的呼吸有些蓄乱 像是有点紧张 毕竟前坏事的人总是心虚的 很顺利 苏软软的第一根手指 十分顺利地伸到了江涵的掌心 接下来 他又照葫芦画瓢 谨慎地把所有手指一起展开 想要直接牵住江涵的手 但是也不知道 是不是老太爷不给他这个机会 扶梯下一层的距离太快 他连江涵的手都还没有完全摸到 就需要换层了 悲催的苏软软 只能耐心等待下一次机会 现在 他们要从四楼的扶梯下到三楼 然而这一次 苏软软别说去牵江涵了 他连站到他旁边 跟他并排站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走在苏软软前面的个人 是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 他鞋带散了 正蹲下来绑鞋带呢 所以 他慢了一拍 而直男江涵 根本没有这么细节 注意到这一点 他就先上了扶梯 那潇洒的背影 看得苏软软又是一阵咬牙切齿 他可是个急性子 慢节奏的做事 完全就不是他苏软软的风格 他性子一上来 他的大脑就失去了理智 苏软软想做一件事 向来都是雷厉风行的 不过就是牵江涵的手而已 他一个大男人 手被牵了又怎么样 又不会怀牵运 所以 他要快刀斩乱麻 只见苏软软跨了两步 蹬得一下站上了扶梯 还往下跳了两个台阶 飞速地走到了江涵的身边 随后 他直接牵住了江涵的左手 这已经不仅仅是正常的牵手了 分明就是强牵 当他的手 忽然被苏软软这样牵住的时候 江涵只感觉似乎有股电流 从他的小手传导了过来 一路从他的左手飞速地席卷了他的全身 他被这骨感绝电的全身发麻 等将寒彻底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被迫跟他五指相扣了 他大脑中仿佛有烟花轰的一下 不知道是什么颜色 或者是什么颜色都有 他以为苏软软可能是不小心牵上来的 正要努力挣脱 可却被他用指关截给 用力压住了 一时间 江涵根本挣脱 不开苏软软的手 他扭过头去 把探究的目光投向他 江涵都还默 开口说话 苏软软反而扬起巴掌大的小脸 瞪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 理直气壮地说道 哥哥 别的小朋友都有大人牵着 如果你不牵着我 万一我等会不小心走丢了 怎么办 江涵无奈地勾唇说道 软软 我记得你已经不小了 你成年了 已经不是小朋友了 怎么会走丢 苏软软文言 直接就给江涵现场说法 展示了一下 什么叫做高超的演戏 说来就来 完美的台词顺嘴就说 只见他扁了扁小嘴 望着江涵的那双大眼睛里 仿佛有水光在隐隐地晃动 脸上的表情 就像是被人狠心抛弃的 小狗狗一样 可怜兮兮 他的语气 一下子就落了下来 不满了忧伤 没关系 那就算了吧 反正软软从小就没有被人牵过 现在都已经习惯了 所以 就算从来也没有人牵过我 也没有关系 像是这一句话 杀伤力还不够一样 苏软软紧跟着来了一句 直接让伤害成倍叠加 是这样的 孤儿骂 莫人要 习惯就好 暴脾气的苏震东 现在人是不在现场 如果要是让他听到 苏软软震魔 胡编乱造的话 直接会气到当场凸显 但江涵根本就不知道真相 他就这么傻傻地相信了 苏软软这个小狐狸的鬼话 而且是 完全相信 闻言 几乎是一瞬间 江涵就觉得有一股悲伤 在他的心中 逐渐蔓延开来 他听到这里 顿时觉得很不适滋味 甚至 他觉得自己 简直就不是个人 他怎么可以这样 欺负苏软软 他身为一个锅 本来就很缺爱 从小肯定特别羡慕 别的小朋友有家人 而父母双全的他 还要这样起他 更何况 江涵想起来 前世的苏软软更惨 不仅仅从小 就被父母给抛弃了 好不容易长到 18岁成年了 马上就要开启 大学新生活了 而就因为 他的一念之差 让他年纪轻轻地 就香消玉玉 可江涵也不知道 就连这件前世发生的事情 也有很大的隐情 真相根本就不是 他表面上看到的那样 反正现在 有无尽的愧疚 弥漫在了江涵的心头 他无论怎么 想都觉得自己很过分 他这两天 都已经喊了 他这么多声哥哥 所以他现在心无杂念地 把他当成妹妹 牵着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想到这里 江涵的眼神中 多了一丝坚定 他直接反手扣住了 苏软软的小手 用大掌紧紧地 包裹住了他的小手 雌性的嗓音中 带着一丝歉意 对不起软软 我不应该这样跟你说的 以后只要你在我旁边 我都会把你牵好 绝对不会让你走丢 江涵 世界上这么多路 他走过最长的 还是苏软软的套路 苏软软 地球上这么多人 他见过最傻的 就是每一次都被他给成功套路了的江涵 可兔子急了都会咬人 总有一天 养精蓄锐的猎物会反攻 狠狠地扑倒猎人 然后干脆利落地 把他给吃钱抹尽 苏软软从来没有这么高兴的一天 他被江涵这样牵着 嘴角上扬的弧度 是怎么指都指不住 这一瞬间 他感觉星和大伤场里的灯光 都变亮了不熟 每一盏灯都像星星 汇聚成了星河迷人而璀璨 被人牵着走的滋味 原来这么好 浑身就像被浓浓的 安全感给包围住了一样 可两人脑子里想的 根本不是同一个概念 偏偏 苏软软还羞涩的 整张漂亮的小脸都红了起来 就连他白皙小巧的耳垂 都布满了红玉 原来哥哥也不是完全不在意他的 两人一同走下四楼的扶梯 到达了三楼 苏软软故意用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 问江涵 哥哥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牵手的滋味很棒 是不是想一辈子都这磨牵下去 是不是觉得很幸福 很甜蜜 然而 江涵一句话 就击碎了苏软软的所有想法 没什么感觉 我直觉的 你好像特别紧张 手心一直在冒汗 黏黏的 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苏软软犹被雷击中 江涵这话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暴击 算了 江涵不知道想到了些什么 忽然轻叹了口气 而苏软软却以为江涵要放开他的手 气得小嘴又忍不住翘了起来 几乎可以挂个油壶 他把江涵的手越捏越紧 好像生怕他跑了一样 江涵这个无敌大坏蛋 要是真的敢就这么放开他的手 他就直接当场用眼泪淹死他 怎么会有这么过分的男人 存在这个世界上 算了 那我给你擦擦吧 江涵一边说着 一边低头从裤袋里抽出了一张纸巾 脚步停在那里 耐着性子就这样握着苏软软的右手 轻轻地用纸巾给他擦了起来 苏软软瞳孔直接当场地震 就连他幼小的心灵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天哪 江涵竟然在给他擦手 难道他真的开窍了 羞涩硬 苏软软看着他低下头来时 那英俊不凡的侧脸 以及俊脸上那样认真的神情 一时间 知觉的心脏 砰砰砰地直跳 然而 他的少女心根本莫来得极多跳两秒 江涵就飞快地擦好了 还直接放开了他的手 迈不往垃圾桶的地方走去 苏软软在原地站着 顿时傻眼了 这一刻 他知觉的 他的心碎成了两半 中间似乎还能漏风 很凉很凉 软软 这个床够不够大 你喜不喜欢 江涵把纸巾丢掉以后 直接走进了离他最近的那家 卖床上用品的店 苏软软看着江涵止住的那个 很明显 是十岁以下小孩睡的儿童床 嘴角忍不住一抽 这个床 我觉得很适合你睡 江涵一脸认真的说道 因为他的心理年龄 已经三十岁了的原因 所以他现在说话 都很少开玩笑 是的先生 我们家这个儿童床 深受很多孩子的喜欢 家长带着孩子来选购家具的时候 都会优先选他 导购员走了过来 那为什么这张床还在这里 没有卖掉 江涵有些狐疑地看着他 因为他制作的材料太好 成本很高 所以我们卖的价格也有些贵 没关系 只要他喜欢 价钱不是问题 江涵仔细思索了一下 加上系统给他的奖励 以及他消费十倍返利之后的软媒币 他的银行卡里面 现在应该有三十万左右 有三十万的话 他买什么样的 而同床买不起 这次的导购员 是个上了年纪的阿姨 他看了眼江涵 又看了眼旁边的苏软软 一时间都莫搞清楚 他们是什么关系 但是一般来说 来他们家这种店里买家具的 大部分都是家长带着孩子的组合 所以 他就以为 眼前的两人也是这种关系 哇 先生 您对您的女儿可真好 她有你这样的爸爸 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 等等 你说什么 江涵莫名的被扣了这么大一顶帽子 整个人瞬间不好了 苏软软也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他怎么就成了江涵的女儿 你是不是误会了 江涵怎么可能是我爸爸 苏软软忍不住叫出了江涵的全名 整个软萌的 小脸气鼓鼓的 就像一只被吹起来的气球一样 小萝莉就算升起气来 也是奶凶奶凶的 江涵想到自己平白无故 夺出了一个女儿 顿时就勾唇笑了 她一边笑 还一边伸手 用指尖轻弹了一下苏软软的额头 她的手指就像银针一样 瞬间就把苏软软这个气鼓鼓的小气球给戳爆了 她抬起璀璨的大眼睛 就是瞪她 又像个圆溜溜的小鲸鱼 苏软软一只手摸着脑袋 另一只手插着腰 明明是在凶人 但听起来就好像是称怒地说 干嘛 江涵你这个坏蛋 你弹我的头干什么 我没弹你 我弹的是我女儿 江涵看着苏软软这个样子 忍不住笑得更加放肆 重生以来 她对做任何事情的兴趣都不是很大 可现在 她突然就很想逗她 她怎么这么好玩 特别是她生气的时候 就像发飙了的小奶猫一样 江涵现在越来越觉得 把苏软软逗生气 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她发现 她只要看到她鼓起来的这个小脸 那气冲冲的样子 心情就会变得非常愉悦 谁是你女儿了 你生得出我这样的女儿吗 不要脸的江涵 简直是气死她了 苏软软的小拳头捏了起来 那是紧了又紧 她要用拳头 击碎江涵这个可恶的男人 她真的好坏 确实 如果是我亲女儿的话 不可能只有一米五 江涵一本正经地 看着苏软软说道 她又没说错 说的这可都是大实话 啊 你们原来不是妇女吗 那不好意思 对不起 我看错了 导购员有些尴尬 连忙跟两人道歉 她看着两人如此轻易地举动 顿时又觉得 两人之间的关系 肯定非同寻常 来购马儿同床的 如果不是妇女 那还能是什么呢 那不就只剩下夫妻关系了吗 我猜你们这么年轻 女儿应该年龄还不大吧 如果是婴儿的话 我建议你们最好还是买婴儿床 江涵和苏软软两人 瞬间陷入了沉默 江涵要被导购员说到自闭了 听听 这是人该说的话吗 夫妻 她江涵活了两辈子 连女人的手都没有摸过 哦 不对 除了苏软软的手以外 不过这也不算摸啊 顶多她就是牵了她一下而已 苏软软只感觉 她全身上下 都在冒着粉红色泡泡 她都不敢开口讲话 她怕自己会语无伦次 夫妻 要真是夫妻就好了 那她就能光明正大的把江涵给睡了 啊 天哪 苏软软你这个魔鬼 你是鬼吗 你怎么能这么想 你虽然在国外长大 但实际上骨子里流淌的 还是华夏民族的血液 所以 你身为一个连恋爱 都没有谈过的女孩子 怎么 可以想着去睡男人 完了完了 她要去找个女德班上上课 免得思想变得越来越奔放了 泪奔涕 你误会了 我们不是来买同床的 你直接给我们推荐一个正常的大床吧 江涵深吸了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心情 她身为一个 没有接触过女生的纯情男人 遇到这种尴尬的时候 根本不好意思去看苏软软 可如果她去看了的话 就会发现苏软软那张绝美的小脸上 有各种五花八门的表情 甚至她的脸色 都在随着她的心情 而千变万化 很明显 苏软软的思维 陷入了她给自己制造的脑补世界里 已经在时出不来了 大床 要多大的 大概两个成年人能睡的就好 江涵本来想说一个成年人的 但她又怕 以后苏软软走了之后 万一她爸妈旅游回来 突发起想的来看她一眼的时候 没有地方睡怎么办 所以 为了方便起见 床还是买大一点比较好 那大床在这边 您可以跟我进来看看 很明显 导购员又误会了江涵的意思 她把两人带到了情侣专区 里面放置出来展览的床上 都铺着红色的四件套 甚至 所有床上的枕头被子床担什么的 全都有一个大大的喜 紫刺绣在上面 苏软软看着这满目的红色 整张小脸又忍不住蹭的一下 瞬间爆红了起来 江涵竟然要直接带她选过新婚用品 难道她是想要提前跟她度过新婚之夜 所以才来选床 而且她刚刚跟导购员说 要一张两个人能睡下的床 这意思不就这么明显了吗 她昨天已经观察过江涵的 那个小公寓了 她这很明显 就是长期多年的独居状态 所以 她买这磨大的床干什么 不就是因为 家里多了一个她以后 她为了方便跟她一起睡吗 苏软软一脸 我懂得的表情 看着江涵 而江涵正在仔细地选床 完全没意识到 她旁边有个毫不矜持的小姑娘 已经完全想歪了 哥哥 其实你可以暂时不急着 买这么大的床 苏软软试探性地问道 那不行 买这种双人床刚刚好 江涵刚刚已经在脑海中 粗略计算了一下 她家里那个次卧的长宽尺度 除了衣柜书桌床头柜以外 剩下的空间摆下一个双人床 正好足够 如果是三人床的话 那就不够了 绝对会放不下 所以 正好还是双人床 也不是那么急的吧 她现在自己 都还是个小朋友呢 难道真的这么快 就要生另一个小朋友了 想到这里 苏软软害羞地半捂住小脸 只露出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 看着江涵 不 床买大一点末关系 不仅一个人可以睡 还可以两个人睡 江涵给她父母考虑得很周到 苏软软给自己考虑得也很周到 旁边还有个导购员 在添油加醋 对的 没错 你们现在的年轻人 床睡小了 会很挤的 所以 要买大一点 买大一点好 江涵思索了片刻后说道 不只是年轻人 还有老年人 在她这句话中 苏软软属于前者 她爸妈现在都是四十多岁了 应该算是老人了吧 但江涵这话传到了苏软软的耳朵里 就变成了 她想要跟她一起 从年轻睡到老年 苏软软的大眼睛眨呀眨 荡漾开了璀璨的光芒 她满眼都是止不住的笑意 一颗心都软了下来 两个人一起睡觉 从年轻睡到老年 这不就是和和美美的婚后生活吗 难道江涵这是在暗示她什么 她难道想要 直接跨过恋爱的阶段 跟她结婚 苏软软 那张白皙漂亮的小脸 轰得一下 红成了番茄 江涵就这么迫不及待吗 她都还没有完全考虑好呢 接下来 捂着小脸站在旁边的苏软软 就不讲话了 她沉默着看着 江涵果断地买下了一张 价值十万的双人床 然后让导购员派人送到她家里 买完床以后 就还有床上用品需要购买 像被子枕头什么的江涵家里 已经有好鸡套了 但是她又怕苏软软不喜欢 于是挑了一套 印着迪斯尼公主的四件套 她正要刷卡买单的时候 旁边一直没有讲话的苏软软 忽然抓住了她的衣袖 轻轻地扯了扯 哥哥 你喜欢迪斯尼公主 江涵果断地摇了摇头 觉得苏软软问这个问题 有些奇怪 她堂堂一个男人 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 你不喜欢的话 你为什么要买它 买给你的 那就不用了 我也不太喜欢这些幼稚的东西 我早就已经不是小朋友了 那你喜欢什么 苏软软想了想后说道 我不喜欢迪斯尼公主 但是我喜欢美人鱼 喜欢蓝色的海洋动物 导购员都被一本正经的 苏软软给逗笑了 难道小美人鱼 不是迪斯尼公主之一吗 行 那就买你喜欢的 江涵对这些女生喜欢的东西 并不太感兴趣 她想着 反正这些东西买了之后 也是给苏软软自己睡的 她的银行卡一刷 又是十倍的返限到账 现在 她的银行账户里 直接有了一百多万 上辈子赚钱太难 这辈子钱却来得太快 这种感觉让江涵莫名的有点虚 所以她根本不会去 凭借这个系统赠送的功能 到处去乱消费 毕竟 世界的经济都是有一定平衡的 如果她真的在这24小时里面 到处去十倍返限的乱刷 那她的银行账户里 早就有几十个亿了 可江涵就不是这种人 她向来遵循规律 不会去打破规则 万物都有守恒定律 那么经济当然也有 这也是江涵为什么固执地 守了这个婚约 那么多年的原因之一 在她这个念头一出的时候 忽然 系统的提示音响了起来 恭喜宿主 蹭破人生大道之一 系统检测到您坚定的心声 因此 恋爱投资系统 正式升级成为 超级奔雷打恋爱辅助系统 奖励制度升级 惩罚制度取消 小兵已成功升级成为大兵 以后 请宿主称呼 我为大兵 江涵被系统搞得 那是一头雾水 她好像并没有做什么 她怎么就自动升级了 竟然还有这种玩法 不过诧异归诧异 听到惩罚制度被取消 江涵的内心 还是挺高兴的 至少 她不用再被惦记了 什么是超级本蕾打恋爱辅助系统 江涵感觉这个系统的名字 奇奇怪怪的 肯定没什么好事 系统 具体的含义 您以后就会明白的 大兵现在 跟您解释不清楚 江涵 那你跟我说一下 本蕾打是什么意思 好的 正在为您 在浏览器上 查询本蕾打这个词的含义 查询结果如下 是指击球员将对方来球击出后 通常击出外野护篮 击球员依次跑过一 二 三磊并安全 回到本蕾的进攻方法 细棒球比赛中 非常精彩的高潮瞬间 江涵 停停停 你在装什么 还是你真当我是傻子 大兵 原来你不是啊 可嗨嗨 这些花里胡哨的名称 都是滑而不实的 宿主 实在一点具体 也就是 积分制度有了变化 什么变化 江涵的眼神瞬间一亮 他对这个是最感兴趣的 毕竟可以兑换商城里的 那些东西和体验券 而且他还有好几个区 没有打开呢 当您对苏软软产生 恋爱行为的时候 会自动获得相应数额的积分 但是 当您产生直男言行的时候 会扣除相应的积分 当积分积攒到一定数额的时候 就可以兑换商城里的商品 而且 偶尔还会随机掉落 幸运大转盘和其他奖品 温馨提示 您原本的经验值 已经全部清空了 目前您的积分只有50 江涵傻眼了 他怎么 知道哪些是恋爱行为 哪些是直男行为 而且 他一直觉得 他是正常的 对啊 他是正常的 又不是直男 所以他怎么会产生直男言行呢 所以换句话说 现在这个升级版的系统简 只就是为他 而量身定做的呀 他江涵在朋友的眼里 可是不折不扣的好男人 所以 怎么可能是直男呢 既然他不是直男 那系统根本就扣不了他的积分啊 反而 赚积分 还变成了更加容易的事情 江涵在心里面 新高采烈地想着 对嘛 这升级之后的系统 才应该是他这种众生者 应该匹配的好系统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毕竟商城里的那些东西 每一样都是不同的金手指 那现在看来 只要系统不逼迫他去做 原本那些不正常的任务 那他发家致富 岂不是有手就行 毕竟恋爱行为 又没有说 一定要他去对苏软软 切身实地地 做些什么事情 想到这里 美滋滋的江涵激动地 忍不住在心里面 给大兵系同点了 一个大大的赞 Nice 江涵越想 脚步越是轻快 俊脸上都带着 一丝显意见的笑意 苏软软走在他旁边 偷偷睁大眼睛 看了他一眼 却正好捕捉到了 他嘴角的那一丝笑意 江涵为什么会突然这样笑 难道是遇到了什么好事 苏软软拧着眉心想了想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天哪 江涵不会是因为 他买了个双人床 然后今晚可以跟他一起睡 所以才在偷乐吧 嗯 没错 就是这样 苏软软觉得他 肯定是发现了真相 而江涵还故意瞒着 没有告诉他 他的心情 一点一点变得复杂了起来 甚至 他越深入地想 那张白皙如玉的小脸就越红 直到江涵的脚步 停在了一家 名为KK的奶茶店门口 他转过身来问苏软软 喝不喝奶茶 江涵想 他主动请苏软软喝奶茶的话 这肯定就算是恋爱行为了 于是他耐心地 等着系统提示音的到来 然而 苏软软却摇了摇头 没有给江涵这个机会 哥哥 我现在不想喝东西 前面在西餐厅的时候 喝太多了 你真不喝 江涵不死心地问道 他现在对系统所说的这个积分 十分有想法 哥哥 你要是想喝的话 你就自己去喝呀 我真不想喝 苏软软现在很饱 他走起路来时 感觉自己的肚子 里面哐当哐当地全是水 差点让他以为自己怀孕了 所以肚子里有很多羊水 你真不想喝 那就算了 于是 江涵就真的没有走进去 转而走到了旁边那家 卖酸奶冰淇淋的店 他指了指店门口 竖住的冰淇淋力牌 接着又问 想不想吃冰淇淋 不想 苏软软又摇了摇头 他算了算日期 他这两天要来大姨妈了 所以 他不能吃冰淇淋 江涵莫办法了 眼神中带着深深的怀疑 他已经主动说 要请苏软软喝奶茶吃雪糕了 这难道不就是恋爱行为 为什么系统的提示 因还默想起来 这时候 苏软软不知道突然看到了什么 眼睛猛得一亮 他蹬蹬蹬地 跑到了放满了娃娃机的 电玩城门口 朝着江涵指了指里面 大眼睛扑闪扑闪的 怎么了 你想去抓娃娃 嗯嗯 苏软软拼命点头 眼神中带着一丝渴望 他在国外的时候 从来没玩过这样的娃娃机 如果他喜欢什么娃娃 那么 爷爷苏震东 都会直接派保姆 去帮他把娃娃给买回来 甚至 苏软软连 大型一点的游乐园都没有去过 所以 他从小到大都很喜欢这些东西 江涵献苏软软终于有想法了 心中顿时一喜 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他连忙迈步 走到收银台那里 用微信扫了500个游戏笔出来 最后拿了张游戏卡 给苏软软 好了 充值好了 你去玩吧 江涵把游戏卡塞到了苏软软的手里 然后说道 我去玩 哥哥 那你呢 你不玩吗 苏软软的小脸上 闪过了一丝迷茫 他没搞明白 江涵这话是几个意思 江涵莫名其妙地 看了苏软软一眼 觉得他思想 真的是很不成熟 他哪有闲心思 去陪他抓娃娃 他还在静静地 等着系统给他送积分呢 于是 江涵认真的对着苏软软说道 你们小孩子玩的东西 我玩什么 我当然是坐到旁边去等你啊 谁知道 他话音一落 下一秒 系统冰冷无情的声音响了起来 检测到宿主的直男行位 积分扣五十 警告警告 您的积分现在未灵 江涵震惊地直接瞪大了眼睛 这结果 为什么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他都还没开始赚取积分 首先就被扣完了 他忍不住问道 不是吧 系统 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我给他充值游戏卡 然后坐在旁边等他 这不就是恋爱行为吗 你应该是要给我加分吧 怎么变成扣了 大兵冷漠地回答 不好意思诉主 系统的决断不会出错 请您认真分辨 什么是恋爱行为 啊 哥哥 你就让我自己去玩吗 难道 你不能陪我一起去吗 苏软软漂亮的大眼睛里 蕴满了落寞 他放眼望过去 为什么别人 在娃娃机前 都是成双成对的 而他却要一个人 可他最不想的 就是一个人啊 江涵依然还莫理解 系统所说的恋爱行为 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当他看到苏软软那样的眼神时 心中所有的执念 都暂时性地化为了泡影 他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苏软软说道 走吧 我陪你一起去玩 好啊 谢谢哥哥 苏软软笑眯了眼睛 他的快乐 真的很容易得到 虽然他有时候 小心思很多 但大部分时候 他就像个普通小女生一样 容易得到满足 换句话来说 就像个傻白田一样 江涵从来没想到 会有这么一天 他竟然陪着一个小女生 站在娃娃机面前 夹娃娃 可现在 他就是做了 而且 他好像还是心甘情愿地做了 这边电完成的规则是这样 每台娃娃机 加一次的 需要消耗的游戏比是二 五枚 不同的娃娃 不同的价位 娃娃越大 需要的游戏比就越多 苏软软第一眼 首先选中了一台 粉色布偶猫娃娃的机器 他心冲冲地跑过去就开始夹 江涵双手插着口袋里 漫不经心地跟着他走了过去 在旁边看着他夹娃娃 第一次夹的时候 苏软软没搞懂规则 于是 爪子都还没有移动 就被他按了一下抓的按钮 往下抓去 直接落了个空 第二次 苏软软就学聪明了 他知道要用操控杆 控制那个爪子 移动到合适的位置之后 再按下那个红色的按钮 把爪子放下去抓娃娃 然而 这一次 他还是没有抓到 苏软软不气馁啊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他看上了一样东西 但是他越得不到 他就越想得到 更何况 那个东西就近在咫尺 仿佛触手可及 第三次在家的时候 苏软软就更加认真了 小手握着操纵感 而大眼睛 则是紧紧地盯着 娃娃机里面的铁爪子 甚至 他的大脑 在飞速地计算着 爪子落下的距离位置 以及时间 经过前面两次的失败 他现在已经总接触了经验 大脑里面 默默地记住了所有的数据 一串又一串的数字 在他脑海中飞速划过 自动规律排列 然后在十几秒之内 计算出了所有的结果 苏软软粉嫩的小嘴 一张一合的 他正在轻声倒数着 而爪子晃动到第五秒的时候 正是抓力最稳 成功率最高的 5 4 3 2 1 倒计试完之后 苏软软啪的一下 按下了那个红色的按钮 银色的铁爪随之落下 稳稳地抓住了一个娃娃 看到这铁爪 终于抓住了 他心仪的娃娃 苏软软璀璨的大眼睛中 满是兴奋 他的视线 紧随着已经抓住了娃娃的铁爪 呼吸都仿佛停了下来 此时此刻 苏软软仿佛看到成功近在眼前 可天真的苏软软却不知道 市面上99%的娃娃机 想要加起娃娃的可能性都非常低 而且靠的全都不是技术 而是运气 因为娃娃机的程序是被专门设置过的 完全就是随机的概率问题 同一台机器 可能上一个人加了20次都没有加到 但下一个人可能加了两次就加到了 所以玩这东西拼的不是实力 而是运气 苏软软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 那个原本以金文稳加住娃娃的铁爪 在前往入口的最后一刹那间 松了 它松了 布偶猫娃娃随之落下 砸在了玻璃柜里 就仿佛一锤子 狠狠地砸在了苏软软的心上 碎成了一片一片的 它难过得快要哭起来了 别着小嘴 雾蒙蒙的大眼睛望向旁边的江涵 哥哥 我完全加不到娃娃怎么办 这个娃娃机也太难了吧 呜呜 苏软软好像被娃娃机欺负了一样 委屈巴巴地皱着一张小脸 看着江涵 没事 你随便加 反正游戏卡里充的游戏比很多 这台机器加不到就换下一台 肯定有 你能加到的 江涵淡淡地说道 她看着苏软软那副样子 心里面又是无奈 又是好笑的 果然 小女孩的喜怒 真是善变 如果都加不到怎么办 苏软软咬了咬唇 那我把这店完成买下来给你 慢慢加 江涵冲着 苏软软挑了挑眉 笑得很是细血 她这句话本来是开玩笑的意思 但苏软软却好像认真地听进去了 还跟她说了声 谢谢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 就连江涵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系统竟然神奇地 给她送了五十几分 听到脑海中传来的提示音 江涵的瞳孔中 闪过了一丝惊讶 她不过 就是顺口说了一句话 就像是平常跟郑昆阳开点 小玩笑一样 并不认真 可是却被系统判定 为了恋爱行为 这究竟是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 苏软软被江涵这一句话撩 到耳根都红了 一颗少女心 砰砰直跳 可江涵却完全不明白 究竟是为什么 她这觉得 肯定是系统坏掉了 该给她奖励积分的时候 给了惩罚 而她明明什么都没有做 系统却给了她奖励 她还来不及去深思 苏软软就直接一把 抓住了她的左手 扯着她来到了对面的 一台娃娃机面前 苏软软没有完全去 牵住江涵的手 只是拉住了她的两根 手指头而已 但是有强迫症的江涵 却下意识地反拉了回去 把她整个小手 跟之前在扶梯上的时候一样 给完全牵住了 她这一刹那的举动 让苏软软整颗心跳得更快了 大眼睛四处乱瞟 就是不敢去看江涵 她感觉自己的整张脸都在发烫 小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得密集 而剧烈 就像是有人在她的心脏上打鼓一样 系统的提示 应有如雨点般密集 检测到恋爱行为 积分加时 检测到恋爱行为 积分加时 系统不停地想不停地想 最后加上前面涨的50 总共涨到了100 才停下 而将韩泽 直接拥有了100积分 这一瞬间 她脑海里灵光一闪 仿佛终于明白了什么 原来 当她主动对苏软软 做出些什么亲密行为的时候 系统就会判定未恋爱行为 自动给她增加积分 尽管在她心里面 牵着苏软软 跟她握着她表妹的小手 莫什么区别 此时 江涵却突然注意到了一个问题 他们两个人 明明都已经站在了娃娃机的面前 可为什么苏软软不放开她的手 而去加她喜欢的娃娃 她的这个行为 显然很不正常 难道 难道她是自己加不到 所以想让她帮忙加 江涵仿佛明白了什么 一脸的恍然大悟 她松开苏软软的小手 从她手里拿过游戏卡 然后看着她说道 来 你想要这个娃娃是吧 我帮你加 苏软软都莫搞明 白江涵这是什么意思 她只能一脸茫然地看着 她就这样挡到她的面前 开始控制起了操纵杆 她脑子里冒出了三个大大的问号 她不明白 江涵的言行 好不容易才正常了几分钟 可现在 这又是什么神奇的操作 好啊 你加吧 苏软软本来是想直接问的 但是话到了嘴边 她又咽了下去 算了 她也想看看 这个加娃娃 究竟是技术的问题 还是人的问题 江涵看着面前连娃娃 都加不起来的铁爪 额头上的青筋 忍不住突突地暴跳 这东西 是个什么鬼 那么大的一个铁爪 为什么会连一个小小的布娃娃 都加不起来 江涵还偏就不信邪了 她继续加 接着加 手中的游戏卡在机器上 滴滴滴地不停地刷个不停 苏软软粗略地数了一下 大概有二十次了 江涵在这台娃娃机上 加了二十次 别说把娃娃顺利加起来了 甚至很多次 加都没有加起来 而她好不容易操控 铁爪加起来的几次娃娃 不是掉到了洞口的前后左右 就是出了点什么 其他的意外 反正 江涵加了二十次 那是一次 也没有加到 苏软软都快看不下去了 她想亲自上手再试试 苏软软戳了戳江涵的肩膀 问道 哥哥 你是不是太累了 要不你休息一下 等会在家 她说话的水平是很高的 也就是情商很高 她明明眼睁睁地 看着江涵加了二十次 都没有加到娃娃 要是正常人跟她关系 稍微好点的 早就已经开始嘲笑起她来了 但是苏软软没有 她用的是最委婉的说法 然而 江涵却并没有感悟到 她摇了摇头 表示 末世 等会再说 软软 你在旁边看着 我一定给你 把这娃娃夹出来 苏软软不知道 江涵的心里 都快要被这个娃娃机 搞出问题来了 她甚至开始深深地 怀疑起了自己 想她将涵上辈子 好歹也活了整整 三十岁的男人 怎么会到了这重景要关头 技术就那么差 眼见着 又一个娃娃从半空中落了下来 从洞口的边缘一划而过 江涵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 这也太过分了吧 怎么又是临门一脚 这东西就不能乖乖地直接入洞 江涵的眉心越拧越紧 脑海中闪过了无数个念头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哥哥 要不还是让我来吧 苏软软在旁边扯着衣角 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不用 你别急 等着我今天帮你把 每台娃娃机里的娃娃 都加一个出来 好啊 谢谢哥哥 苏软软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就江涵这个技术 目前连一个都加不出来 还想加出所有机器的娃娃 他这是在开什么国际玩笑 这时候 旁边路过了一个电玩城里的工作人员 江涵出声喊住他 忍不住问道 你们这个娃娃机是不是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那为什么 我加了那么多次都加不起来 这就得看运气了 毕竟每个人的运气不一样啊 工作人员的话音刚落下 耳边传来了一道小男孩的惊呼声 爸爸 这个奥特曼模型我 一下子就加起来了 好开心呀 爸爸 江涵忍不住把视线投了过去 于是 他亲眼看到了一个 大概十岁左右的小男孩 亲手从那台娃娃机的洞口 拿出了一个奥特曼模型 江涵瞬间自闭了 俊脸一黑 苏软软看着他这副样子 忍不住偷偷笑了笑 但在这种时候 他聪明的什么都没有说 你看吧 我就说是运气问题 不是机器问题 工作人员无奈地摆了摆手 随后就走了 运气这个词瞬间 在江涵的脑子里放大了机背 等等 他记得他今天好像获得了一张 欧气爆棚体验券 系统 你在吗 我的这个体验券 现在能不能用 可以的宿主 欧皇爆棚体验券开始使用 时间同样是24个小时的时间 请您谨慎使用 不要做违法乱级的事情 系统话音落下的瞬间 江涵只感觉他的双手 好像被一股莫名的力量给覆盖了 但具体他又感觉不到 不过 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江涵现在已经被这台娃娃机惹火了 他现在立刻马上要帮苏软软 把刚刚这两台铁爪明显不好使的娃娃机给 全部抓空 三分钟之后 苏软软整个人被淹没在了粉色的娃娃堆里面 只露出了一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 就像支巴比娃娃一样可爱 谁能来告诉他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刚刚只不过是蹲下去绑了个鞋带而已 为什么他现在却被娃娃给淹没 几乎站不起来了 天哪 救命 Sigma PS 呜呜 今晚这波更新 你们爱了吗 我配不配得到你们的五星好评 和哗啦啦的小礼物 为爱发电 可以走一波吗 苏软软好不容易费力地 从娃娃堆里面爬了出来 小手扑腾两下离了李群柏 然后看着站在娃娃机面前目不转睛的江涵 忍不住发出了惊叹的声音 天哪 这台娃娃机里面的娃娃 怎么空了 原本这个娃娃堆 已经很引人注目了 但他这一生 直接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 无数吃瓜群众闻风而动 纷纷走了过来围观 他们跟苏软软一样都很震惊 因为江涵一个接一个的 几乎就快要把这台娃娃机里的娃娃 给全部抓空了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抓娃娃 看起来简直就是毫不费力 江涵只要将那个操控铁爪的杆子 随便一推 就算是再歪的角度 这铁爪 也能稳稳当当地抓起一个娃娃 然后从洞口处掉出来 哦 不 现在从洞口都已经掉不出来了 因为有前面被他抓到洞口的娃娃 太多太多了 现在堆积在那里 直接把洞口给堵住了 这个诡异的场景 可以趁得上一句 恐怖如斯 江涵自己都还在纳闷 顺嘴就回复了苏软软一句 软软 你还想要什么娃娃 我抓给你 我跟你说 这个娃娃机空得太快了 这完全不是我的原因 而是这娃娃机里面的娃娃太少了 我也就才抓了不到五分钟而已 他怎么就没了 他这话一出 更是引来了周围人的纷纷惊叹 就连苏软软 也忍不住长大的嘴巴 难以置信地看着江涵 哥哥 你是不是搞错了 你回头看一眼 这个娃娃 现在到底有多少 什么 看什么 快回头看一眼 江涵被苏软软催得 还是下意识地回头去瞟了一眼 可率先吸引他目光的 根本就不是这一小堆娃娃 而是站在娃娃堆里面 眨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看着他的苏软软 江涵现在才发现 苏软软这个小萝莉娇 小到了什么地步 他竟然能被几十只娃娃 给埋到了里面 这幅画面真是又搞笑 又让人觉得可爱 虽然他的头发此时有点凌乱 但完全不影响他的形象 江涵拧了拧眉 朝着苏软软勾了勾手 雌性的嗓音有些低沉 过来 你站到我旁边来 啊 苏软软看着江涵 有点呆愣 漂亮的小脸上 带着几分迷茫 像是有点傻 但又傻得可爱 他伸手指了指那些 堆在他旁边的娃娃说道 哥哥 这娃娃太多了 我根本出不去啊 江涵仔细地想了想 那你把旁边的娃娃拿开 就能出来了 苏软软的大眼睛 闪过了一丝脚侠的光芒 但是他那张小脸上 又满是纯针 随后 苏软软直接朝着江涵 伸出一只手 哥哥 要不你拉我一把 江涵的余光瞥见 旁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又看着苏软软 朝着他伸出来的手 目光中带着一丝纠结 这么多人看着 他这样直接去拉苏软软的手 真的好吗 万一有人认识他 看到了这一幕 然后传了出去 毁坏了苏软软的名声怎么办 江涵在心里面 进行着思想的交战 其实 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他在乎的点早已在不知不觉中 发生了改变 一开始 他顾虑的都只是他小时候就定下的婚约 和他那个神秘的未婚妻 可现在 江涵却已经站在了苏软软的角度上 为他而考虑 啊 哥哥 你不愿意吗 那没关系啊 没事的 那我不出来也行 苏软软嘴上虽然是这么说的 但他扑闪扑闪的大眼睛中满是渴望 江涵心肩顿时一软 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反正就是大脑一片空白 下一秒 他直接伸出双手 搂住了他的腰 手臂上的肌肉随之突起 很显然 他用了不小的力气 而苏软软就这么在一瞬间 被江涵给从娃娃堆里面提了出来 稳稳地落在了旁边的地上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江涵已经松开了手 转身回去 继续抓娃娃了 苏软软 他的大脑冒出了一串串的省略号以后 就变成了感叹号 刚刚发生了什么 江涵竟然主动抱他了 他他他他还直接搂住了他的腰 虽然只有三秒钟的时间 但喜悦仿佛化成了许许多多的小精灵 在他的心肩上跳舞 他差点没有忍住 当场化成吐蕃鼠尖叫出来 不过随后苏软软又忍不住想到 江涵抱他起来的时候 竟然这么轻松 那他的力气 岂不是很大 苏软软羞的耳根都红了 小眼神到处乱瞟 就是不敢看江涵 那以后他们结婚之后 那他这小身板承受得住吗 而对苏软软这些想法 毫不知情的江涵 现他一直没有讲话 忍不住偏头看了他一眼 然后就看到了他红着小脸 咬着唇瓣 睁大了眼睛的一幕 江涵 他这是被谁欺负了 为什么一脸委屈到想哭的表情 江涵再联想了 一下他刚刚心急之下 对他做出的动作 这一瞬间 他的脑海中之 跳出了大大的两个字 完了 肯定是他刚刚碰了他的腰 他觉得他的清白 被他给电鱼了 所以才会伤心难过 委屈到想哭 江涵觉得自己真的好聪明 他感觉 自从他两个小时之前 参悟了人生大道以后 思维变得越来越敏捷了 要知道 他以前可是完全猜不到 女孩子心思的 更不可能知道 他们的每一个小表情 都代表着什么意思 但现在 他领悟了 他竟然看透了 酥软软的内心 难怪啊 难怪系统说 他参悟了人生大道之一 他当时还一直半解呢 到现在 江涵可谓是全明白了 系统大兵内心 OS 宿主 难怪天道给我取名 叫大兵 原来是你的脑子 有点大病 江涵发现了这一点以后 心里面莫名其妙的 还有些高兴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 他需要给酥软软赔礼道歉 因为 他刚刚不小心碰了他的腰 而且让小姑娘这样 一直委屈巴巴地看着他 多不好啊 于是 江涵满脸愧疚地看着苏软软 尽量放低了声音地说道 对不起 苏软软还沉浸在刚刚的喜悦中 莫回过神来 所以一下子没听清楚 江涵具体说了的什么 他眨了眨大眼睛 羞涩地看着他 什么 你说了什么 苏软软的 却是莫听清楚他 刚刚说了些什么 但江涵不这么认为 他以为苏软软真的生气了 所以故意假装没听到 想让他再道歉一次 江涵瞬间仿佛明白了什么 一脸的了然 接着 他一本正经地 对着苏软软说道 软软 对不起 你不要生气 刚刚我不是要故意搂你腰的 我没有轻薄你的意思 我只是用这个方法 想让你快点出来而已 这一瞬间 苏软软直觉的一阵天旋递转 他似乎快要被气晕了 怎么办 谁来救救他 PS 我好难 我今天遇到了瓶颈期 因为我不知道 两人的感情线 是不是发展太快了 然后就可能写不完了 当然 我会熬夜努力些 大家先睡吧 明天早上起来再看 不好意思啊